1月27日,在灣仔伊利沙白體育館居人佐 2018-2019年到Nike全港學界精英籃球賽賽事 私有女子組永龍中學對球感抽中學爭奪貴軍賽事 深信永龍中學雖然是首次打入精英賽賽 但他們的陣容絕對不輸精英賽賽常下,球感抽中學 兩隊的14號中鋒黃衛廷和劉善廷的對位絕對是今場的焦點 另外還有前一天在四強措施,對協欣得到37分,七個招自己何倍營 最終陳樂如以8球3分得到26分 和黃衛廷20分,25個籃板,7個封了,但球隊都得貴軍 在賽後我們找到永龍中學的焦點球員黃衛廷接受我們的訪問 精英賽賽後你最想多謝誰人? 我最想多謝MISS MISS,教練 因為...我... 我在谷底的時候他會拉我起來 在全世界都不相信我的時候,他是最相信我的 連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時候 竟然會有一個教練,會這麼相信自己是可以的 還有我之前有試過上來隊 但是他也拉我回來 還帶了我去見識這個世界 因為我之前跟他搭福建 我知道原來真的天內有天 不會只是局限在學界 我的見識 早上第二場賽事 寶國中學對林大輝中學欠男子做貴軍 今年已經是很多球員在畢業前最後一場的精英賽 肯定會背上一戰 一開始寶國中學的球員其實不太集中 被林大輝中學的陳仲賢、文澤希等球員 輪流打出一個8比0的攻勢 其後寶國主教練梁文雄多次暫停調配 繼而擺出蔡在南、王健朗、劉榮浩三位長人 增強防守力 直至比賽第四節後段 由寶國球員文澤希、蔡在南多次博得犯規 並以高罰球的命中率保住勝利 最後賽果寶國以81比75擊敗林大輝奪得貴軍 在賽後我們找到寶國中學的主教練梁文雄接受我們的訪問 首先恭喜大令寶國贏了這場比賽 對於這次的比賽你滿不滿意? 都不滿意 因為球隊的防守都比較鬆散、蠻集中 有很多被人甩漏、E-C basket 出現 其實這個情況昨天都已經出現了 可能大家小朋友去到新的環境 不是太適應了 臨場的壓力有少少影響到他的表現 都看到一開始被人打了八比零的運 後來暫停之後有什麼調配 或者有什麼關鍵令我打順反? 主要都是防守 因為其實他的頭的八分 我們都留意到主要是快攻、失誤各方面 如果我們在組織方面和回防方面 可以好一點、快一點、集中一點 其實是可以堵塞到的 到後面都是靠這件事 就是要扭回整個比賽 晚中期代引起全國學界精英籃球冠軍戰 再次由張振興和拔帥藍村上演 由第一節已經可以看到他們全隊的侵略性 對冠軍的渴望 不斷有梁智康、文俊傑 強攻內線、右搶進攻籃板 幫助到外線製造出空間 雖然在第一節的後半段 張振興頻頻失誤 防守又多手犯規 不過他們沒有因為這樣自亂臣腳 梁智康和梁文軒在第一節大爆發 呂應外合之下繼續努力把鼻粉拉開 換邊後藍拔未能止血 張文健擺脫了上半場 3分球6球0中的頹勢 一出場就已經連入2球3分 張振興的士氣已經蓋過藍拔帥 不論是進攻或防守都極為主動 第四節繼續將鼻粉拉開 藍拔已經難以招架 張振興最終以76比49獲得這場勝利 這屆賽果終於有改變了 張振興士甲17年 終於奪得冠軍 成為他們很多留級生的最後禮物 中文字幕提供